全世界一共有14座海拔超過8000公尺的高山 而5年前呢 前台灣歐都納攀登隊的3位隊員成功登上了聖母峰 去年是由另外2位隊員成功登上了世界第13高的G2峰 對 那麼後天呢 也就是星期三 5位台灣的攀登者將要出發前往巴基斯坦 挑戰世界第12高海拔高達8051公尺的布羅德峰 這次勇氣的鑰匙 接下了代表勇氣的鑰匙 5位台灣攀登隊員週三即將前往巴基斯坦 挑戰世界第12高峰布羅德峰 帶著國人的祝福 接下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要攀登海拔8051公尺的高峰 25歲的張元職是5位隊員中最年輕的 2011年他曾經到達布羅德峰 大約7700公尺的高度 今年再度挑戰 他做足準備 我從去年的1月開始就排課表 然後認真就是照表操課這樣 那就跑步 然後跑步就分三種 然後重量訓練 然後像歐洲那會定期就是負重啊 就是走那個雪山自家養的路線這樣 這樣很紮實的訓練下來 請前記者會有兩位隊員呂中漢和林文藝缺席了 然兩人正在雪山山區協助救援一位迷途的山友 找到人之後 我們的林文藝隊員他在西谷照顧這一個輕微受傷的隊員 然後我們的呂中漢去年登頂居度的呂中漢 他用一個鐘頭的時間直接從西谷上了直切400公尺切到上面來打電話報告這樣的一個好消息 做足準備充分訓練 2014布羅德風攀登隊由吳夏雄擔任領隊 五位隊員接下來要面對的將是零下30度的低溫 高達50度以上的日夜溫差還有陡峭的兵壁 隊員都希望能夠順利平安登上海拔8051公尺的高峰 再次寫下台灣攀登史的新紀錄 UDN TV 吳嘉祐 七海倫 台北報導